因为一个 病毒他只要死亡率不高即便传染率太高 人们就有了与他共存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1年12月21号星期二在全国不出的暂停微占视频 这几天我在全国各地到处游走啊所以这个时间很难掌握所以呢 前三天没有 录视频节目所以给大家说声抱歉 今天开始争取在亦然的繁忙形势当中马上的还能够补上 今天呢先来跟谈谈这个最近段时间无论是我本人做的研究还是我们智库啊都在预测明年的 整个的这个全球包括中国的一些 就重要情况的走向 那么 去年呢我们做了一些预测最主要是这个 说今年特朗普主义会继续盛行拜登将全方位的结果特朗普主义然后美欧联手的会导致中国的 国际挑战加剧 同时疫情等等 相当部分都被印证了 那么现在呢这个 在卓越于明年的情况下 大概有两个两个事情应该引起我们密切的关注一个呢是疫情另外一个依然是这个中国的国际关系 第1个呢我们先说疫情 最近段时间这个我看有一些 专家都在预测说今年的冬天可能是我们与病毒共存的最后一个冬天 我认为这个 善良的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从一种实际的科学的这个出发 恐怕 有些为之过早 或者至少 有点过于谨慎乐观 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国内 还是国际上其实疫情还是反弹的很厉害 反弹 很厉害有两个标志 第1个是表面上目前的情况 咱们中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地区 很多的省份啊接连不断的出现一些个案 虽然跟国际上相比 小无间大无 但是呢 至少 从目前情况来看还走还看不出走出疫情的迹象 在国际上更是如此 美国最近几天也反弹很厉害 欧中 从开始的奥地利亚意大利亚到这个荷兰 德国最近都在 重新返回lockdown 就是封国和封城 他们很有意思 这你要享受自由吧 那你就要少一点安全 对不对 所以呢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很多人 知道马上要封城要封国赶紧 在封城和封国的 前一天马上赶到超市 去买东西来准备欢度圣诞节 那么这个也说明 其实在今年的冬天这个疫情的反弹 令人相当不容热观 但这里面最不容热观的 大概还是疫情的变种 大家知道疫情的变种已经变成了几轮了 现在最新的变种是Omicron 奥米克隆我们中文翻译 那么现在在这个国内 这个或者国际上 这个世卫组织的专家 这个预测说这是可能 这个 他的死亡率不是太高 死亡率不是太高 那么这个传播率 很强 传染率很强 但死亡率不是太高 那如果那样的话呢 可能 这可能大概是一些的相当部分专家 认为是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走出疫情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面有他的合理之处 因为一个 病毒他只要死亡率不高 即便传染率太高 人们就有了与他共存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我想是第1个 第2个呢从长期 病毒学的这个发展情况来看 他的病毒到一定程度啊他演变 变种变种到最后他也会 找到一种适合他与人类共存的一种状态 就他会降低一定的死亡率 但他会长久的回之不去 那就像100多年前流行感冒呀 到现在他每年都会变种 但是每年 我们都会与之共存 那么现在这个变种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以至于我们可以如此的乐观说明年大概我们可以走出疫情 我个人认为啊 我非专家 我个人认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 研究了以前历史上所有的 这些个案的话我认为可能 至少在目前说这个话 谨慎乐观 还有一点为时过早 这个我估计可能在2022年我们还要面临这个整个的疫情 这可能在2023年 那么届时无非是几个一个是我们的科学水平要发展到一定程度 我们的疫苗 等等 第二呢我们防疫的机制和防疫的能力也达到一定程度 第三呢 从病毒自己本身变种的情况来看他也有可能找到了一种 至于适合于他与人类共存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也许跨越2022年 在2023年 来临的时候大概也会 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谨慎 乐观的一些预测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一家之言一德之见 第二呢就谈谈中国的国际关系 坦率讲中国的国际关系在2022年可能依然 不容人们乐观 这里面大概有几个方面啊 一个呢是 这个双方我们现在知道 呃我以前一直讲过硬势力越走越近 软势力越走越远 这个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基本盘 第二个呢可能2022年 可能是这个西方 尤其是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一个元年 很多朋友说什么叫元年元年就第1年吗 那么第1年前面什么前面可能是一个准备阶段 啊这里面详细的我就不再 阐述了时间关系 呃那么这里面这个尤其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在中国的核心国家力 就是我们的核心一系列核心国家力上西方可能会 更加 严峻的挑战中国这里面 美国了欧洲了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欧洲我说多一句 欧洲明年开始 是明年上半年就一连串的这个各国政府的一个政府的改选 你比如说好像我记得不错 应该2022年一开始1月份 大概就有葡萄牙的选举 这个2月份就意大利的选举 那么3月份是咱们亚洲的地区的这个韩国的选举 4月份是法国总统选举 6月份是菲律宾总统选举 有的在亚洲 有的在欧洲 但都涉及到跟中国息息相关 欧洲是整体的是美国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伙伴 那么亚洲呢菲律宾跟中国存在主权争议 过去六五年时间 幸亏 坦率的讲幸亏都特尔特在 所以还相对比较稳定 就像两岸关系一样呢 在相当08年到16年幸亏马英九在 我们虽对他 有所不满 但至少 跟现在相比 当时的两岸关系相当不错的 那么中非关系 同样也是如此 中汉关系呢 幸亏在过去5年有 这个文在寅在 所以我们才相安无事 甚至有比较好积极性的推动 但是文在寅走了之后呢 所以从正义上说 现在一我们要观察 无论是菲律宾还是韩国 未来 这个大选之后 政策的走向 第二个呢 就是在 目前 趁我经常开玩笑说 趁文兄 还未走 赶紧亨实 中 中韩关系 或者说朝鲜半岛 问题上的一些本质上的东西 比如说 现在文在寅非常念之在之的 就希望能够 签中战协定 中战协定 还有未来的三四个月 恐怕在他认识要千层是不可能的 要不然我们也不需要用过去 七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呢 我们能不能开启这个谈判 使他开工 没有回头见 就像以前朝鲜半岛 我们所说的那样 使未来能够有 不可逆转的这种迹象 这是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 那么在欧洲 同样是如此 欧洲现在整体的右华 民粹 对中国的一种 恶意或者反弹 还是相当之激烈 最后呢我想说一下日本 中日关系非常的错综复杂 历史恩怨情仇 过去现实和未来 政治和经济 再加上有双边的 本身的就错综复杂性 再加上有多边的美国因素的揭露 那么相当长的时间呢 日本其实在 咱们的核心国家利益 包括咱们的汪汪问题上 其实手段 还相对还可以 至少公开的没有调讯中国 但是最近短时间不行了 自从岸田文雄上台之后 他在这个 外务省的 大洋局下面 亚洲大洋局下面的 中国一科 因为上次我跟大家讲 他有两个科 中国一科和中国二科 中国一科主要负责政治 中国二科主要负责经济 里面专门设了一个叫台湾问题 企划员 企划员就策划员 所以这个 其实就像他要设 人权专员 是要设什么经济安保大臣一样 设了这个岗位 就意味着在这个岗位上 专人负责以后 所有的这问题都会从这个岗位上过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信号 我们要密切关注 所以这个 中国外交部啊 中国有关部门已经无数次 很多次提醒日本方面要谨言 盛行 这个但是 日本会不会一意 孤行 我们要拭目以待 从本身我个人 长期观察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日本 他因为他本身就是比韩国更加 靠近美国吧 但是呢 在未来整个的这个明年的风云变化当中 日本 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上何去何从 也将令我们 非常关注 当然这个是今天讲的只设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 疫情 一个是咱们 跟咱们的国际形势有关 尤其是中间的一个筹码弯弯局势 当然还会涉及到很多 比如说国际经济 明年依然会风云变化 中国经济稳之当头 但是 稳之当头以后中央会出什么政策 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有利的 同时在我们的资产价格等等方面 有没有什么风险性 未来几天 我会跟大家继续 以做出评论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明年同时间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在那个中文字幕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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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